許小卿跟我在唱歌上 也是有一些較勁 所以我想我在某種程度上 我還是贏過許小卿 據說你都會到汽車旅館 對 我都會自己去 或者是跟老公 明星獎勵委高嘉瑜以唱歌出名 被封為港湖胖虎 最近他參加了哈囉你給問嗎 節目主持人是網膜問其他的唱歌 才能高嘉瑜充滿自信的回應 可以 完全可以 因為我對我自己唱歌現在是 你有沒有聽過港湖胖虎這個稱號 有啊 對啊 就是大家都一直這樣子笑我 那你對這個稱號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就是因為你知道自己不是 所以人家這樣笑你 你就會覺得無感 因為你就知道自己唱歌很好聽 那他還真的好樂觀喔 他真的很正向 我好喜歡喔 許小卿跟我在唱歌上 也是有一些較勁 譬如說他之前唱愛你 然後我也回敬他嘛 他說要不然高嘉瑜 你還先這樣看呢 歐拜 上水一天 將別你不止一天 那一天 讓我們新生親人愛你 甚至我在我們內湖的花式拜票 還遇過許小卿他媽 他媽還說高嘉瑜長得很漂亮 回去還跟許小卿 所以我想在某種程度上 我還是贏過許小卿耳朵 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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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把他當比較對象 最萌提問團的學生們也問到 高嘉瑜之前到醫院唱歌 給館長成之漢聽的事情 高嘉瑜表示 許多網友認為他的歌聲有療癒效果 因為我就是去探望他嘛 然後唱引擎的翅膀 唱完隔天就出院了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就說高嘉瑜歌聲 有療癒的力量這樣子 有療癒的力量 但是 對於高嘉瑜的歌聲 李諺秀也在節目中表示 有話要說 前陣的中秋節你知道嗎 大家一看到他 他已經上去了 真的假的 所以大家 就會趕快看到他已經上去 大家叹一口氣 這一團不跑 趕快直接到下一團 所以就妳的觀察就是 高嘉瑜在台上唱歌的時候 底下的人都是在彈氣喔 還是在 在看手錶 我剛剛講的這樣 你這樣變成 我在攻擊我的對手 沒有 剛剛那一段翻譯就是 對啊 他都不認真做 是都在唱歌 我也沒有這樣子講 沒有嗎 許麗姐 吳心黛也在節目中 面對最萌提問團的火力提問 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宣告 公開承認自己 蹭高嘉瑜的知名度 蹭高嘉瑜的人氣 的這個可能 可能還真的有一點耶 因為我出來之後 大家真的都一直問我 跟他有關的問題 你承認你蹭高嘉瑜 不是 但這當然不是我的本意嘛 不過因為 沒有說你了 我也想蹭啊 最萌提問團的炮火 似乎並未停下 當一位同學追問 吳心黛的紓壓方式時 吳心黛坦承他的紓壓方式 竟然是上汽車旅館 汽車旅館 汽車旅館 這是爆料嗎 那個 志宇是政治縣 然後陳佑是娛樂縣的 對 你的縣的 他是狗仔 他有去跟蹤 對 我都是自己去喔 或者是跟老公 我先澄清 我又沒有問 我們沒有問